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线人吧 我 我 我 那个线人虽然是假的 但是我说的话 拒绝都是真的呀 不信你们可以问小四 小四可以为我作证啊 是 他们确实是作证说 你去寻找这个所谓的线人的时候 和他们分开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在哪儿做了什么 那 这 这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有足够的时间 在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 把药送上车呀 胡说八道 我 我要将把 把那批药 晕上车 我什么时候不行 我干嘛不要选那个时候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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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了 是我答应了 黄沐先生 我在追那个县人的时候 我确实跟小四分开了一段时间 可当我追上那个县人的时候 我才发现 那个县人的是假的 我 我 我这次中了记忆了 我中了敌人的全套了 黄沐先生 黄沐先生 我觉得乔宜说得有道理啊 你怎么这个时候你才说话呀你 黄沐先生 陈山她是个明白人 你好好听她给我分析分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前天晚上应该是我在火车站 装货处值班 我是因为家里临时有事情 才跟乔玉环的班 老乔 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你说 张黎的身子一直也没好 她这不是晚上要送余小婉去广州了吗 我本来说好了 今天下班之后 陪她一起去抓几副药 这儿 你陪你老婆 今天晚上轮班 我来吧 她如果前天晚上 就把药装上车的话 岂不是能做得更加神不知鬼不觉 何必要在火车开车之前冒险呢 对对对对 黄沐先生您听听 陈山的分析得对呀 她之所以知道冒险也要这么行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乔玉心里清楚 一旦药品成功转移 荒牧先生您 一定会从装车环节去开始怀疑 前天值班的应该是我 只要您先怀疑的是我 乔玉她就有时间全身而退 坐上今天前往福州的这趟船 我去什么福州啊 陈山 这个时候 他们不能落井下石吧 我落井下石 你落井下石吧 今天要是你跑了 坐在这儿受刑的就是我 乔玉 你这条老甲鱼坏得很哪 你胡说八道 陈山 陈山是你 黄先生 谁 黄先生 是陈山 是陈山在疫情的 陈山他陋害我的呀 陈山 公主